hello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样三四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又来做一个开箱 这个开箱的话 实际上本来我是不准备做的 为什么不准备做呢 因为我这次买的是一个二手产品 这个卖家把这个产品保存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开箱 这是Google的Pixel Slate 其实作为一个股粉 其实都希望拥有谷歌的每一个产品 无论是评价好的还是评价差的 那这个Google PlayPixel Slate的话 实际上是被众多的YouTuber 被众多的外名评价为是一个相对失败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亮点 而且相对来说 现在的购物的价格是相对来说很低 相对来说比较低了 所以的话 我觉得我也是顺手就把它逃回来 也给大家看一看 跟它相应的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早期的Pixel C的平板 后期的Pixel Book 到底有哪些差异 它的好的点在哪里 差的点在哪里 我希望也是能够给到大家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公正的评测 给到大家 首先的话我们就来开箱 最重要的平板的内容 打开看一下 我这个是一个蓝色版本 可以看一下它的配置 它是M3的一个处理器 8G内存64GB的SSD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端的配置 但是相对来说应该是买的人更多的一个配置 相对来说比较均衡 CPU M3应该也够用了 好的 可以看到 卖家在上面非常贴心的订了一张纸 也是能够希望把这个设备把存的更好 我再也擦一擦 OK 那这个内容 可能需要到处 OK 除了这个平板以外的话 它的充电头和线 这个卖家保存的是非常的完好 好的 那这个内容我先放进去 先拿到一边 那另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的话 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看起来是比较重的 比较厚的 这个键还是比较大的 看起来不错 OK 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 Pixel C的这个笔 这个Pixel Book的笔 这个卖家居然把这个电池 这个笔实际上我是还有另外一支的 因为我有Pixel Book 这个Pixel Book我还在用 那边我也配了一支笔 所以这样的话我有两支笔了 平板和它的笔搭配起来 大概是这样的 先把这个笔拿起来 那我把它键上去 OK 然后的话怎么使用 现在这个是一个合上的状态 大概是这样子的 不能说很轻 那比我们国内的这个Service Book Pro 4 应该是差不多 我觉得Service Book差不多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 感觉不是一个平板的配置 现在说它还是比较大的 便携起没有那么好 它的两侧的话有两个Type-C接口 有两个Type-C接口 这个应该可以做什么扩展来用 看一下具体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哦 已经开机了 开机了 而且这个卖家非常贴心了 非常贴心的已经做了重置 可以看到是一个重置的状态 所以这个非常 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是这样一个滑道 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 合上之后呢 你需要把这段拿上来 然后呢把它翻折 通过这个最后的它 一小段的这个有吸力的内容 去调整你的这个倾斜角度 今天一个简单的开箱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 我觉得这个设备的内容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需要再提一下 这个卖家卖油的这个产品 它保存这么好啊 做得出手画 然后呢所有的配件 都整理得非常整齐 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已经非常佩服了 我觉得这说明是一个 很认真严谨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闲运上 如果有像我一样 经常会讨一些数码产品啊 或者是买一些新的数码产品 但是有一段时间 可能就会再去卖给别人的时候 如果你有可能的话 把这些配件整理好啊 把这些 所谓的一些内容能够梳理清楚 在发货之前呢 把你的主机做重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数码产品爱好者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体验 我也是呼吁大家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 那是最好啊 也是相相对来说 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 会提升你的这个产品 在这个 二手市场上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 好的 那关于这个产品后续的一些 更多的一些详细的一些评测 会介绍呢 我会 再去多花一些时间 来了解这个产品之后呢 最后给大家同步相应的信息 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